嗨 你好 沒見了 今天你看到我現在桌上鋪這塊 市面已經開了很久的直膠布 這些直膠做了這類索膠產品 它的好處就是 它不容易爛 而且它可以不斷洗不斷使用 而且容易清潔 我們今天不是示範做麵包 做蛋糕 我們嘗試把這些放在哪裏 用完放在哪裏是最安全的 現在我已經知道很久了 雪櫃的冰格是最好用的 很簡單的 我們洗乾淨它 用一些洗菜的洗潔精 洗乾淨它過多兩次水 反正因為你拿出來會再洗 所以就不需要太緊張了 我們用來這麼大塊 就會把它摺到稍微小一點 可能摺四五層 這塊小的就是我們一般用來做些小型的甜品 或者做些不太隆盡的東西 我會用來做完麵包 做完麵包 發的時候 就用來蓋著玻璃盆 現在很簡單 我們那個植膠 用完之後 情歸何處呢 現在很簡單 我們看到這裏 會留了很多麥皮 或者出錢一丁的大袋 小袋我都會留的 小袋有時候用來塞一些口罩 或者塞一些口罩布 這樣 現在我就把兩塊大小的植膠 放進這個袋裏 因為冰格的溫度很低 即是零下的 零下十幾度 因為那些東西可以雪硬 一定要零下十七八度 才可以雪硬 現在旁邊那個 就是出錢一丁袋 我這個是大的 我會將一些 我平時用完栽葉的小膠袋 或者麵包袋 洗乾淨 或者有些栽過豬肉的膠袋 我就沖乾淨 栽豬肉我就不會下洗潔精洗 因為豬肉很難用洗潔精 洗得乾淨 現在我們栽開豬肉 到時拿出來 再洗一洗 再栽豬肉 用多一兩次 因為我平時會買一斤 一斤重的豬肉 分去五六份 有時喜歡炒就炒 剁就剁 或者煲湯的 又可以拿一塊出來 調味 現在這些袋 我們就不要經常扔 因為那些東西 就越來越貴了 如果你每次把東西扔掉 你又不環保 遲些又有垃圾收費 既然是 尤其是那些拉鏈袋 那些拉鏈袋其實都挺貴的 那你可能摘過乾貨之後 你覺得又想洗掉它 洗完之後呢 你又覺得不知道 將它怎樣浪 我們叫浪乾 浪衫那樣浪 浪乾這樣怎樣為之乾呢 因為水氣呢 是最容易有細菌的 也都最容易發臭的 譬如我剛才說那些植膠布 你是很難完全覺得它已經是乾了 那現在呢 我們用這個方法呢 放入冰格 要用的時候就拿出來 再用盆水或者水喉沖一下它 然後呢 再來用 用完之後又重新用回這個方法 就放回去 那 都沒有辦法的了 現在 我們是盡量環保 省錢 那 其實 這些 辦法很多人都懂的 不過我們 無聊又拍片 那 拍了些片呢 給你們看到 大家都是交流的 可能你比我們更加有心得的 那 其實無所謂的 大家 我又看下你的片 你又看下我的片 那 那 就可以 懂得更加多東西了 現在這個世界多好啊 互聯網 YouTube 什麼都有得看 根本就不說 你根本就不會不懂得煮菜 只要你用一些耐心 還有不要把一些 調味品放得太複雜 因為如果你放得太複雜 反而令食物 沒有了原味 影片就拍到這裏了 就這樣了 拜拜